洛杉矶水电部官员星期四在市议会委员会议上面表示 洛杉矶的居民继续稳步减少用水量以抵消历史性的干旱 这些努力似乎正在抽考 今年是洛杉矶连续第三年遇到干旱 1月至3月是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3个月 为LADWP提供水的南加州大都汇水区 今年只可以由加州水务项目购买10万英亩英尺的水 限水措施在6月1日生效 包括将室外淋水的时间由每个星期三日减少到两日 星期一和星期五允许在单数的街道地址 以及星期四和星期日在双数地址淋水等等 官员们预计7月份的用水量将会比前两个月减少11% 6月份的用水量减少9% 这是自1970年以来洛杉矶任何6月份的最低用水量 最新的供水条件和干旱应对行动的报告 在星期四提交给能源、气候变化、环境正义和河流委员会 该委员会主席、医员米奇、欧发雷已指 洛杉矶的新用水限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最新的供应对行动的最新的供应对行动